路德记第三章一到十八节 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对她说 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 使你享福吗? 你与普拉斯的使女常在一处 普拉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 她今夜在场上颇大卖 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 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 你等她吃喝完了,到她睡的时候 你看准她睡的地方 就进去掀开她脚上的背 躺过在那里 她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路德就下到场上 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儿行 普拉斯吃喝完了 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 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她脚上的背 躺过在那里 到了半夜 那人忽然惊醒 翻过身来 不料有女子躺在她的脚下 她就说,你是谁 回答说,我是你的悲女路德 求你用你的衣巾遮盖我 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性的亲属 普拉斯说,女儿啊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 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 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出行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我实在是你一个致敬的亲属 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 你今夜在这里住宿 明早他若肯为你敬亲属的本分 就由他吧 但若不肯,我只得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必为你尽了本分 你只管躺到天亮 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 人彼此不能变胜的时候就起来了 普拉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 有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 他就打开了 普拉斯就戳了六婆鸡大麦 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 路德回到婆婆那里 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 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 又说,那人给了我六婆鸡大麦 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 婆婆说,女儿啊 你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样成就 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 必不休息 阿们 路德记第四章一到二十二节 普拉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 恰巧普拉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 普拉斯说,某人啊 你来坐在这里 他就来坐下 普拉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 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 他们就都坐下 普拉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 从抹牙地回来的南二米 现在要卖我们足胸 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我想当熟那块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 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 你若肯熟就熟 若不肯熟就告诉我 那个人回答说,我肯熟 普拉斯说,你从马尔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 也当娶死人的妻 抹牙女子路德 使死人在产业上留存留他的名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输了 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爱 你可以输我所当输的 我不能输了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 或输回或交易 这人就脱写给那人 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那人对普拉斯说,你自己买吧 于是将那鞋脱下来了 花斯对长老和众民说 你们今日做见证 凡俗以利米勒和鸡莲马拿的 我都从拿了米手中置买了 又取了马拿的妻 磨牙女子路德为妻 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 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在城门作者的众民和长老都说 我们做见证 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 利亚两人一样 又愿你在以法她得亨通 在伯利恒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臭意 使你的家像他马 从犹大所生 法勒斯的家一般 于是法勒斯娶了路德为妻 与他同房 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妇人们对南尔米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 使你无致敬的亲属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必拿起你的精神 奉养你的老 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女儿妇所生的 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拿尔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 做她的养母 灵社的妇人说 拿尔米得孩子了 就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 这厄贝德是耶稀的父 耶稀是大卫的父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兰 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沙门 沙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厄贝德 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 阿们 沙门生亚米拿达生